罗委員好 局長辛苦了 很高興聽到就是說 我們的情報工作 沒有因為疫情而受到太大的影響 基本上還是 積極的進行當中 那因為我們的質詢 是在你沒有機密報告之前 所以很多部分已經回答了 但是還是要有一些東西 要進一步來跟局長請教一下 第一個 我當然不會問你說 金正恩到底死的沒有 這種東西 沒有什麼好猜不猜的 我想了解的是 最近的北韓或朝鮮半島 周邊的情勢有沒有異常 或不一樣的地方 大體上來講沒有什麼異常 它平常該要發射飛彈 沒有受到這個疫情 那是北韓我想 周邊的情勢 包括 中國有沒有停止部分 通往北韓的火車 沒有啊 中國鐵路部 沈陽集團有宣布啊 4月4日有公告 暫停了20輛 20列 到北韓的火車 從北京從長村各地出發的 我們知道當初為了疫情的緣故 最近才宣布的 最近才宣布 為了疫情 它當初有做很多封鎖動作 管制的作用 我現在講4月24號公佈了 有沒有掌握這個資訊 這個媒體裏面說 媒體報導 你們有沒有double check 是真實還假的 我們把它給列進去 再做個查證 第二個 美軍在27號 美軍含 美韓兩個軍隊聯合偵查 有6輛偵查機 在北韓附近進行偵查行動 有沒有這個事實 我現在從媒體看到了 我想只是說你們有沒有掌握 這也是媒體報導的 有吧 也是媒體報導 媒體報導 中國最近在北韓的邊境 有大量軍車的行動 包括載運的坦克等等 有沒有這樣的訊息 我到目前並沒有掌握這個 但很多訊息就是從報章媒體上看 我也是從報章媒體上看 想說我們有沒有掌握這樣的訊息 我們會列入 繼續做一個追查的一個收證 因為我們 當然現在沒辦法直接推論 因為各種猜測很多 但至少從周邊的相關國家的動作 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衍生 或者必要的解讀 那這部分因為在報告裡面 幾乎上沒有提 所以再請局長稍微說明一下 但我們更關心就是說 我們對萬一 萬一啦 北韓全力出現的一些交換 甚至真空的情況下 他對整個東亞局勢的衝擊 這種沙盤推演理論上 我們應該有的咧 那狀況可能行動 想像之一 對 所以相關的情報有在做必要的準備 有必要 有而且有做準備要 所以到底競爭死了沒有 局長不要打了 我只是問一下 這也就是真正的信息 回到剛才講的國際就責的行動 局長 就你所瞭解 官方的公開說法也好 政府提出也好 有多少國家開始對中共 或對這次的事情有提出 就責這樣的一個訴求 我目前掌握到的就譬如美國啊 這個澳大利亞 還有英國啊 美英 德 對 都 都有嘛 都有提出 到底有多少國家 你們沒有統計嗎 應該有吧 我倒並沒有詳細算過 因為你們的報告裡面 就是含無代國一下而已 二十多個 二十多國嘛 二十多國嘛 而且是以美歐為主 沒錯吧 對對對 這代表什麼訊息 美歐國家是有在竄嗎 還是個別國家的態度 你們的判斷 我覺得一方面 就是因為中共很多動作 讓歐美國家也感應到 講說他要利用這個時候 要增加他們擴權的一個動作 他已經感應到了 所以你認為是個別國家 單獨的一些救者的訴求 還是他們有在竄 我想他們應該會有竄 因為平常不管是歐盟 他現在不管解體沒有啊 他這個平常國家 通聯是很正常的 所以換句話說 這些國家是有交換一些情報資訊 然後一些共同的行動嘛 對不對 我們按照做情報工作研判來講 應該是有啦 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 好 就哪些責 局長 你們報告也稍微提到 但你告訴你所了解 哪些責 這是我們民眾想了解 到底這國家在講什麼 他主要就講 要追究這個病毒起源 病毒起源是一個 還有呢 隱密 然後 隱密 第二個 然後你 你對這個蔓延的這個做法 沒有因為當初沒有通報 你是讓它蔓延擴大 後來產生的不管經濟方面的問題 或者這個人員損失的問題 醫療的問題 它通通包含在裡面 這都有一個索賠的效果 我稍微整理一下 至少有三大塊 一個大家剛才提到的 究責的部分就是包括了疫情的隱密 病毒的來源 第三個我想了解的 囤積醫療裝備 也有人講這個是中國在之前做的 就我們所了解 中國在疫情發生之前 到底有沒有真正在做囤積 或大量在國外收購醫療資源 有沒有 我們也是很多講法 我們也聽到這個訊息 不是很多講法 實際上我們所掌握到底有沒有 就這麼簡單 我們在國外都有情報單位啊 或者說跟其他國家講 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在疫情 發生初期或發生之前 就開始收集各種 口罩啦 醫療裝備有沒有 我跟委員報 都聽到都有一個零星的 譬如說我們耳聞到的 去查證以後 也就零星的 零星吧 對 我整體我講不出來 另外譬如說我們就也聽到 它可能要大量收購農糧的問題 這也是聽到的 那事實上是有 還是說只是零星 我們零星 但我們會持續注意到 它要有動作 跟哪一國家採購的有什麼變化 因為涉及到以後的情報交換的部分 因為當這些國家開始就責之後 我們能夠掌握多少 能夠互相交換什麼東西 然後作為他們 就責的一個依據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沒錯吧 幫助 你不能只是聽到啦 因為我可以聽到 我們是立委 從媒體上聽到 從媒體上看到 我想你們掌握應該更確實才對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如期來運作 對 那5月22日和5月底這樣的一個兩會的召開 會不會擔心 就是說中國進入下個階段 就是它擺脫了疫情的這個 這個這個 羈絆之後 開始對外有一些不一樣的動作出來 因為對內開始讓它恢復正常嘛 對外的動作會不會有不一樣 我覺得會有 會有嗎 對 尤其對我們的部分 在疫情當中它受到的傷害 它通常要把它彌補過來 對 因為如果它是對內 要讓民眾認為說 它 對 它有信心 在政治上已經恢復正常 理論上 我的推論 對 在外交 在軍事 在對外的動作上 也會恢復正常 也會 甚至動作更大 對 動作也會大 所以我們的邦交也好 或者說我們這種 國際的壓力 你怎麼判斷 的確啊 委員提到了 的確壓力蠻大 反而會更大 不管是邦交國 或者這個 對外的這個工作 以及它對我們本身的壓力 包含軍事的這個動嚇 等等這些動作 都是會對我們造成壓力 好 局長有這樣認知 我是完全認同 就這段時間 因為中國忙於疫情 對 所以我們在很多外面 可能稍微喘了一口氣 甚至因為我們的這個 口罩外交相當成功 在國際的這種認同是增加的 可是當中共開始要表現 實際上不見得正常 表現對內正常之後 我認為它下個階段 也會同時 在對外動作上 會表現正常 甚至比以前更積極 對 那這時候我們壓力 可能比之前 上個階段 對 要更加嚴肅 會長 局長認同吧 我認同 OK 好 謝謝 那我們大家互相提醒一下 好 謝謝 羅智鎮羅委員 局長請回